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天前有朋友留言 其实是发了个email 我看过之后我个人相当感动了 就是他讲述了就是 我们节目当中在谈到了修炼修为的东西 在谈到了生命的认识 谈到了他自己看我节目的那种感受 时常我们会有 有些朋友会发这样的内容 因为我们讲新闻 是跟任何其他人全都不一样 我们强调 而我个人也跟大家解释过 我自己没有任何文稿 没有文稿这么去看待的话 对我个人来讲实际是一种生命的表达 完全是一种生命表达 这个东西是参不了假的 拍电影可以任意编辑的 我做节目都是完全敞开的 那里面强调最强调的一点就是真实 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没有真实几乎是不只是凤毛麟角 没有啊 真实要比哈佛的毕业生少的不知多少 比斯坦福的不知道少多少 所以人说你说啥意思 哈佛斯坦福北大清华 太绝大多数今天的精英 都是以各种方式和自己意识不到的方式 展现自己精英的时候 其实就是欺骗欺诈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 他绝对不接受 所以有些朋友不一定接受我这样的描述了 说你这么定论 那这种定论的本身 推卸责任就是欺诈 推卸责任比比皆是 对不对 推卸责任就是欺诈 他不去承担 那他为什么敢推卸责任 他的生命认识 他不想 那推卸责任就是没有道德 这是对等的 那没有道德的原因 他敢去做的话 是因为他生活在这个层面 因为当我把责任推出去之后 我就免受伤害了 是不是 那免受伤害的本身 不就促成了 是一个真正缺少德性 缺德我看不着啊 我免受伤害是真实 所以朋友可能 那个朋友就看我节目呢 非常感触 那细节我们就不中成福了 那首先还是跟朋友讲 我没有资格能够成为师父 所以朋友不能叫我老师 或者叫师父 这个我没有资格 原因就是在我现实的环境中 我依然是一个修炼的人 修行的人 对吧 所以朋友如果想修炼 在我眼睛里 那我是这么修过来的 我没看过任何佛经 我没看过任何老道的书 道德经我都没有看过 我没看过任何圣经的东西 朋友们最普世看到的故事 跟我是一样 我到教堂去过 所以看过罗马教堂 我看过很多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 那圣经跟朋友一样 在四十多年前在读大学的时候 有同学在香港是台湾有亲属 拿来的圣经故事 我看的是那个 那个我当时看得过 所以我就知道那么一点点 圣经本身从来没有读过 那圣经就是 就是 那 萧生克的救赎 里头看到那个圣经的故事 所以仅此而已 那原因就是 不二法门 我坦白跟你说 原因是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什么意思 不是你吃亏不吃亏 而是你对 你自己的师父 跟你信的神 师父尊重 你不尊重 就会什么都看 你尊重 当你有所收获的时候 这是关键 对吧 所以这是不二法门 那我自己个人的修炼的 修行的 所有朋友都知道 所以 如果你想修行的话 我能理解的 那只能 你会有机会成为我师弟师妹 所以 当你有机会成为我师弟师妹 师兄师姐的话 我怎么能有资格 被你成为老师呢 所以 那是七师灭俗的事情 这是我跟大家讲清楚 所以这个 这个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这是唯一的 其他都是宗教 那我个人以为 我个人的信仰 是真正的信仰 所以这是个人的认识了 基本上就这么个说法 那也就正是因为有这个基础 我们才会再触及到一些问题上 是与我个人修炼修为的认知 生命认知有关 这是纽斯马克斯 在星期一的一篇文章 但是呢 他 他 他谈到的是川普 谈到了川普的影响力 川普集会有500万人的两倍之多 其实不是 他是川普集会的两倍人数 500万人 他讲述的是星期六晚上 川普在阿拉巴马州的集会 现场 在现场的时候 我看过一个 是谁 菲林将军说 大概有5万人到6万人 在视频的 所有视频的转播当中 大概有200万人到300万人 而在这个 纽斯马克斯 他自己独立 我只不包括纽斯马克斯 他自己独立的 China转播当中 大概有500万人 所以 纽斯马克斯在讲说 那同样的那个时间点 他举了CNN 举了MSNBC 举了福克斯 他们的观众量 当时不足百万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